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一本书 是哈罗德·拉斯维尔于1927年出版的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拉斯维尔是现代传播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这本书 脱胎于他在芝加哥大学 攻读政治学博士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 有趣的是 这篇政治学博士论文 却成了传播学开宗立派的奠基性经典著作之一 由此也可以看出 信息传播根植于政治需要的本质特征 拉斯维尔为了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宣传技巧 从1923年到1925年的三年间 先后来到伦敦 巴黎和柏林等地 大量实地调研 访问了交战各国参与战时宣传工作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 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最后 拉斯维尔震惊地发现 如果不搞宣传工作 交战各国甚至无法动员全国力量投入战争 就更谈不到赢得战争了 可以说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实有三条战线 首当其冲的就是宣传战 其次是经济战 最后才是军事上的敌对行动 于是 拉斯维尔以学者特有的严谨和客观中立精神 仔细分析了主要交战国在宣传工作的组织机构 目的 手段 方法 技术等方面的特点和得失 总结出了宣传工作所应遵循的客观规律 这样就有了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经典主作 由于宣传这个词在西方语境下的负面意义 更是由于这本书对于宣传工作的技术分析实在太过精巧 以至于它在1927年刚一出版 就有评论家给它扣上了一顶大帽子 说它是一本马基亚维利式的全谋教科书 教坏了世道人心 应该立刻销毁 这本书这么招人极恨 看来确实说了大实话 也着实精彩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分三大部分 为你解读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第一部分 什么是宣传 第二部分 战时宣传工作的五大目标 第三部分 战时宣传工作的三大基本战术原则 首先讲第一部分内容 什么是宣传 英文里宣传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 意思是传播观点 最早英美人是不用这个词的 直到一战爆发 各国积极开展宣传工作 这个词汇才真正进入到英语民族的日常用语中 由于宣传是传播观点而不是传播事实 再加上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灾难 导致公众非常厌恶它 以至于后来人们纷纷用公共关系等更加中性 更加正面的词汇去替代宣传这个词 但两者本质上是一码式 都是用符号去控制意见 用符号去控制意见 正是拉斯维尔教授对宣传所下的定义 这里的符号指的是信息的载体 比如语言 文字 图像 电影 音乐 旗帜 标志等等 人类正是通过这些符号去认识周边的客观现实 那么 通过操纵符号 自然就有可能改变他人对于客观现实的主观认知 从而实现用符号去控制意见 也就是通过控制信息去控制人的头脑和灵魂 那么在战争期间 交战国要如何去组织自己的宣传工作呢 拉斯维尔认为 主要有三种组织形式 第一种 组建一个专门的战时宣传机构 由专人负责 垄断宣传工作 第二种 组建一个宣传委员会 由政府各部门派人加入这个委员会 统一协调各部门的宣传工作 第三种 政府各部门分头宣传 各唱各的调 只是搞搞联合记者会 显然 第一种组织最严密 第二种 次之 第三种 最松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各主要交战国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 选择了不同的组织形式 美国人采用的是最严密的第一种形式 组建一个专门的战时宣传机构 因为美国1917年局势已经明朗了才参战 不用考虑各种错综复杂的结盟关系 也没有庞大官僚机构的 繁文辱节和历史包袱 英国人采用了第二种组织形式 搞了一个政府各部门的联合委员会 统一协调宣传工作 大英帝国家大业大 内部有各个自治领 殖民地 外部有众多盟友 还有态度暧昧的各个中立国伙伴 各种利益 各种矛盾 盘根错节 于是搞联合委员会 大家都有发言权 凡事商量着来 但是到1918年 英国开始任命专人 加强对宣传委员会的统一领导 因此在一战后期 英国人的宣传组织形式更加紧密 至于德国人 由于大陆国家政府机构 那历史悠久的官僚主义传统 政府各个部门 都有自己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 特别是普鲁士总参谋部 和帝国陆军部 海军部里的那些花钢眼脑袋 你想让他们把自己的宣传权力 统统交出来 门都没有 于是德国人不得不选择 最松散的组织形式 平时政府各部门各唱各的调 必要的时候才搞一搞联合记者会 那么什么样的人最适合从事宣传工作呢 拉斯维尔教授认为 当然就是新闻工作者了 新闻工作与宣传工作有本质上的联系 两者都是传播信息 因此在如何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这一点上 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最具备实操能力 同时 新闻工作与宣传工作又存在原则上的区别 新闻重在传播事实 而宣传则力图让你相信它传播的就是事实 新闻重在抢先播报 而宣传则要等待最有利的时机采取灌输 新闻重在平衡报道事实的各个层面 而宣传则往往是公其一点不及其余 新闻是要服务公众向公众传播最新的资讯 而宣传是要控制公众 使公众的力量为其所用 拉斯维尔说 新闻工作中的一切基本原则 都与一战的宣传工作截然相反 宣传工作中所必须的工作方法 正是新闻工作中所要竭力避免的 因此只要把新闻工作中的大忌 反向思维操作在宣传工作当中 就刚刚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的宣传工作最为出色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英国任命了一位 爆人出身的战时宣传委员会主席 那就是英国现代新闻业的奠基人 北言子爵 北言子爵本名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 由英国新闻界的拿破仑之称 他从15岁开始即从事新闻工作 后来创办了一系列报纸并大获成功 因其在新闻界的杰出贡献 在1905年获封子爵 其后于1908年控制了太晤士报 从此值英国报业之牛尔 关于新闻工作 北言子爵有一句名言 不要忘记 你正是为那些知识前漏的人们写作 正是这位新闻天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出任英国的国家战时宣传委员会主席 成功指导了英国的战时宣传 在宣传战这条战线上 打得德国人溃不成军 至于德国人 他们在宣传战线上的溃败 与他们在宣传口的用人不当 存在直接关系 在德国政府各部门的宣传机器里 充斥着体制内的达官显贵 这些职业官僚和贵族老爷们 有着典型的专业精英的傲慢 他们高高在上 通晓各自专业领域内的一切知识 但就是不明白老百姓最喜欢看什么 不理解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不能从老百姓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然而宣传工作的全部目的 恰恰是要影响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普通百姓 在书中 拉斯维尔教授描述了一个经典的案例 那还是在1915年 有位英国女护士协助被俘的协约国士兵越狱 结果被德军逮捕枪毙 这件事情经过英国宣传部门一同操作猛如虎 立刻就成了德军血腥残暴 没有人性的铁证 国际舆论来势汹汹 弄得德国极其被动 之后不久 协约国方面也干出了同样的事 两位德国女护士 因为试图帮助德军战俘逃亡 被逮捕枪毙 但德国媒体却对此一声不吭 有中立国的记者实在看不下去了 向德国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抱怨 说你们为啥不对英国的宣传站发起反击呢 没成想 这位德国宣传口的官僚却愣住了 反问道 为什么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中立国记者不得不进一步解释道 前几天不是协约国的士兵 也枪杀了你们的女护士吗 你们也可以开动宣传机器 制造公众舆论 骂回去呀 结果这位官僚不解地回答道 什么 你让我们抗议 可是我们那两个女护士 是为了帮战俘越狱才被枪毙的 这没毛病 按法律就应该是这样啊 这就是来自精英的傲慢 无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傲慢 德国宣传口的这位职业官僚 熟知法律条文 想必也有名校法学博士学位 但就是不懂世道人心 不懂宣传 好 到这里我们讲了什么是宣传 战时宣传工作如何组织 如何选拔事宜的宣传人才 紧接着 我们进入本书的第二部分 来看看战争中宣传工作的五大目标 宣传工作的首要目标 当然就是论证本国进行战争的合理性 要知道除了极少数可以从战争中获得直接利益的人之外 真的没有人喜欢战争 就拿当时的英国来说吧 工人阶级普遍认为战争是资产阶级策划的阴谋 教会认为英国的基督徒不应该与德国的基督徒自相残杀 商界担心自己在敌对国家的投资会遭受损失 甚至连最保守的爱国者也认为 长期以来英国最大的敌人一直是俄国人 为什么要去跟德国老表拼个你死我活呢 因此为了打一场世界大战 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是在道义上论证自己参战的合理性 英国人宣称 自己参战是为了捍卫国际法 履行国际条约义务 保卫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 只要扫平德国暴军统治下的普鲁士军国主义 就能换来后世的永久和平 法国人更不用说了 只要法国人参加一场战争 一定是为了捍卫某种抽象的道义原则 比如自由、平等、博爱 顺便也收复在上一场德法战争中 被德国人强占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 这两块旧日领土 相比之下 德国宣传及其树立的战争目标 显然落了下程 只是为了要将德国文明发扬光大而战 要知道 你可以忽悠满世界的人为了实现永久和平而战 也可以忽悠满世界的人为了自由、平等、博爱而战 却绝对无法忽悠没有德国血统的人 为了发扬德国文明而战 除了抽象的道义原则 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 都不约而同地高举爱国主义大旗 去说服工人阶级投入战争 高举彰显上帝荣耀的旗帜 去说服教会支持战争 用收复故土或者征服新的领土 来动员保守派爱国者参加战争 用打击竞争对手 开拓新市场为诱饵 鼓动商界支持战争 各国宣传机器的策略走下了 在开战前夕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 各国舆论纷纷转而支持战争 最具典型意义的 是一位法国工人运动领袖的转变 仅仅是在1914年6月份以前 这位工人领袖还在批判战争 是帝国主义的阴谋 但是到了大战即将爆发的7月份 这位工人领袖却180度大转弯 不但将自己旗下的报纸 从社会革命报改名为胜利报 还在胜利报上写文章 热情欧哥即将到来的对德战争 在为本国参战披上一层道义的面纱后 宣传工作的第二大目标 是论证消灭敌人的合理性 你提出一个道义上的目标 发动群众投入战争 这是一码事 但你要说服人们拿起武器 在面对面的战斗中 去杀害另外一群活生生的人 这又是另外一码事 人之初心本善嘛 平时杀之鸡都哆嗦 过条马路都不敢不走斑马线 怎么忽然间就能斗志昂扬地去杀人了 这各国的宣传机器对自己的人民 到底施展了什么魔法呢 这个魔法就是让人民相信 敌人是背信弃义的 是凶恶残暴的 已经丧失了成为人的资格 而堕落为毫无人性的魔鬼 比如交战双方的宣传机器 都在极力渲染对方的军人所办下战争暴行 比如虐杀儿童 烧毁村庄 甚至只要战场上出现某种流行病 那也一定是对方发明的生物武器 在开战之初 英国的报纸就把德国皇帝骂成是欧洲的疯狗 法国的媒体则笃定地写道 德国皇帝就是圣经里先知预言的魔鬼撒旦 这种对德国人的妖魔化 于1915年6月22日到达高潮 当天出版的《伦敦晨邮报》中 一篇专栏文章写道 无论世界怎样将自己分类 当今世界上只存在两个物种 人类和德国人 当协约国的士兵相信 战壕对面的德军士兵 已经从人类堕落成疯狗或者魔鬼的时候 向他们开枪就不再有心理压力了 在成功妖魔化敌人之后 宣传工作的第三个目标 就是向自己的人民灌输我方必胜的信念 你可以扛起一面参加战争的道义大旗 也可以向你的人民证明 敌人就是嗜血恶魔 但是如果你的人民相信敌人会最终取胜 那么你的士气还是要崩溃 这其中的要害就是去主动塑造 人民对于战局的认识 至于这种认识是不是符合战场上的真实情况 这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让人民相信 我们会最终取胜 比如我们打了个败仗 不是因为实力比不上敌人 也不是因为战事不如敌人勇敢 更不是因为将领无能 而是因为敌人背心弃义 突然袭击 或者卑鄙无耻 偷窃了我们的作战计划 又或者是敌人人数众多 我军刮不敌众 总之啊 我军本来是可以获胜的 而敌人不可能总是那么走运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加戏剧性的办法 就是散播某些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预言 在公众中强化我方必胜的心理暗示 这一招 我们中国人不陌生 古代就有诸如 大楚心 陈圣旺 或者识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之类的预言式政治宣传 而西方人实际上也很熟悉这一套宣传伎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法国人当中就流传一个预言 说是早在1600年 有一位基督教的高僧大德就预言 一个名为威廉二世的日尔曼人国王 将在他铸造武器的地方投降 而众所周知 战时德国的皇帝正是威廉二世 德国人中流传的预言则是 战争的胜利将属于三位皇帝和三位国王 那当然就是德国 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皇帝 以及巴伐利亚 萨克森和保加利亚的国王 我们都知道在一战当中 德国 奥匈帝国 土耳其跟保加利亚是盟国 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则是组成德意志帝国的两个重要邦国 英国人也有类似的政治迷信 1916年英国公众中流传一个语言 英国在1914年参加战争 在1915年进行战争 在1916年将战争升级 并将在1917年赢得战争 当然 只有战场上直接较量的最后结果 才能证明哪一方的预言最终应验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到那个时候 战争已经结束了 战时宣传工作的第四个目的 是团结盟国 鼓舞盟国坚持战斗下去的信念 比如在1917年 意大利在战线崩溃之后势起低落 刚刚加入协约国一边参战的美国人 在美国大部队还没来得及在欧洲登陆的情况下 抢先派出美国士兵组成宣传团 奔赴意大利各主要城市武装游行 宣耀美国强盛军力的同时 鼓舞意大利盟友坚持战斗下去 另外一个团结盟友的办法 就是宣传盟国之间的深厚友谊 观察家们震惊地发现 英法两国之间本来是血海深仇 从中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 一直到近代的拿破仑战争 两国整整打了几百年的仗 就在1913年 巴黎流行的童谣还是 英格兰永远永远也别想主宰法兰西 可是到了1914年一战爆发后 英法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 彼此认同对方是所谓民主制度的坚强注实 永久和平的坚定捍卫者 简直令人肉麻 就连传统上一直与英国敌对 被西欧人认为是野蛮落后的俄国人 自从成了协约国的盟友之后 在英国政府宣传机器的符号体系中 也迅速洗白成了奋勇作战 要从土耳其异教徒手中 收复基督教圣地的伟大基督徒 基督教文明的伟大捍卫者 几乎与团结盟友同样重要的 是争取中立国 最理想的结果是争取中立国加入我方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也要争取中立国至少不要加入敌人一方来打我们 要争取中立国加入我方 就要开动宣传机器 在中立国公众的心中 把敌人这个符号标签贴到对手的脑门上 或者是说服中立国群众相信 加入我方 要么符合某个道义原则 要么最符合中立国利益 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节 英国政府的宣传机器 一刻不停地向中立国公众 传播德军如何凶残暴虐 德国皇帝如何专制暴政 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 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等等 德国政府的宣传机器 也在日夜开动 宣传东线的俄军是如何凶残暴虐 俄国沙皇是如何专制暴政 俄国的帝国主义传统 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云云 在战时 不管是英法协约国 还是德澳同盟国 对中立国宣传工作的重点 无疑是争取美国公众支持自己 为了这个目的 英国政府宣传部门 利用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 拼命渲染 德国一旦在欧洲取胜 会对美国造成的可怕后果 比如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德国 可能会封锁美国 或者在美国的邻国登陆 甚至直接发动征服美国的战争 迫使美国屈服 从此 美国的下一代儿童 恐怕要开始集体学德语了 看到英国的同行们如此毫无节操 德国政府的宣传机器毫不迟疑地展开了反击 但是 要说服美国人相信英国会跟美国开战 这对德国宣传机器来说 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人人都知道 英国的军事力量 全部陷在了欧洲西线战场 同时美国也是英国战时融资的最大金主 英国战争物资的最大制造商 英国人既无能力也无动机去发动一场新的英美战争 但这难不倒德国的宣传机器 虽然英国不大可能直接发动对美国的战争 但是 英国的盟国日本 为了夺取太平洋地区的霸权 却极有可能发动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 一时间 德国宣传机器火力全开 拼命向美国公众宣传日本威胁论 可惜的是 虽然德国人准确预言了二十多年后的美日太平洋战争 但却对眼下 1917年的这场世界大战于事无补 1917年4月份 美国政府对德宣战 战时宣传工作的第五个目标 是瓦解敌国的斗志 要通过宣传让敌国的人民相信 你们的政府树立的所谓道义目标 只是诱骗大家去当炮灰的幌子 我们也不是你们政府宣传的那样轻面獠牙 也跟你们一样是善良的人 甚至是你们的朋友 我们比你们要强大 你们根本没有打赢战争的胜算 而你们所认为的盟国 其实是你们真正的敌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德国人在占领的法国领土上出版报纸 整天宣传德法亲善 英国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还经常配发一些图片 善良的德国大兵慈爱地抱着一名法国儿童 相视而笑 其乐融融 诸如此类 为了让法国公众看到这些轻德的报纸 德国宣传部门别出心裁地 将阵亡法军将士的名单 刊登在自己的报纸上 就和那些宣扬德法亲善 德国军人是文明之师的宣传报道 刊登在一起 这样一来 就能确保所有这些德国宣传部门 操纵的符号体系 得以精准抵达那些 着急知道亲人下落的 法国老百姓手中 除此之外 德国对俄国的宣传工作 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德国宣传机器 拼命挑拨 俄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不乏真知灼见地指出 俄国老百姓 俄国军人真正的敌人 不是善良 勇敢 文明的德国人民 而是骑在你们头上 压迫你们 把你们送到前线当炮灰的俄国政府 和俄国统治阶级 从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 不得不说 德国在对俄宣传方面 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至于在分化离间 协约国集团内部关系方面 德国宣传机器干的 也不乏亮点 德国人对英国人宣传 俄国威胁论 指出 俄国人一旦征服土耳其 就有能力随时切断 英国本土到印度殖民地之间的交通线 这毫无疑问将终结大英帝国 当面对法国人时 德国人又大力鼓吹英国威胁论 德国的宣传机器敦促法国公众 不要忘记英国曾数次侵略法国的历史 声称德国人愿意和法国人结成同盟 共同反抗大英帝国的压迫 如此等等 当然 协约国的宣传机器也绝非浪得虚名 英法的宣传机器把重点放在 向德国公众和前线德军宣传协约国 是如何强大 德军防线终将崩溃的失败前景上 尤其在美国参战后更是如此 无数印刷精美的宣传手册 通过各种渠道流进德军战壕 流向德国国内 传单上映着美国大兵的土豪形象 控制着大半个地球物质财富的协约国列强 向在海上封锁下 挣扎求生的德国军人和德国平民 展示美国人富得流油的生活方式 试图让山穷水尽的德国人明白 在物质力量的绝对优势面前 徒劳的抵抗是多么愚蠢 协约国宣传机器 对德工作的另一个重点 是挑拨德国国内的阶级矛盾 鼓动社会革命 挑拨奥匈帝国的国内民族矛盾 鼓动民族自觉 以此来瓦解德奥同盟的力量 1918年11月份 德国基尔港的水兵起义 德国革命爆发 德国投降 同时 奥匈帝国由于民族问题而解体 分裂成今天中东欧到南欧的一系列小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 好 第二部分内容就讲到这里 下面将本书第三部分内容 战时宣传工作的三大基本战术原则 首先 拉斯维尔教授认为 任何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 依据性别 年龄 职业 阶级 宗教 民族等等这些维度 可以将公众归类成若干分组 每一类公众的心理特点 政治观点 兴趣点 知识和判断力都各有不同 宣传部门应当认真区分 认真研究不同类别的公众 熟悉你的宣传对象 动息他们的所思所想 紧紧抓住不同宣传对象的痛点 用不同类别宣传对象最喜闻乐见的方式 去对症下药 比如 对同样一个宣传内容 在知识能力较差的草根民众社区 可以用比较粗俗的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 编一首攻击德国皇帝的黄色歌曲 无论歌词多么少而不宜 只要旋律动听 朗朗上口即可 但你不可能用一首粗俗的流行歌曲 去吸引上流社会的精英们 你只能安排专家学者 撰写严肃的学术专注 严谨论证 德国皇帝确实是恶魔的化身 其次 拉斯维尔教授认为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在战争进程中 总是会有不利的事情发生 当不利消息传来的时候 如果不能抵赖 也不能阻止其传播 就要想办法抵消其影响 实际上 不论一国政府掌握多么强大的宣传机器 都无法彻底阻拦不利消息的传播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而当你试图隐瞒一条对你不利的消息 而最终公众了解到真相的时候 也许对你的打击会比那条不利消息本身还要严重 因为你在公众中的信誉遭到了极大的伤害 因此 当不利情况发生的时候 正确的应对方式是抵消战术 也就是在不得不播放不利消息的同时 着重报道有利的消息 如果暂时没有有利消息 那么就等到它发生 然后再播报 丘吉尔就是此道高手 一战时期 丘吉尔是英国海军部部长 每当有不利战况传来的时候 就暗住不报 等到有利战况发生的时候 再一同报道出来 先说一个听起来无关紧要的坏消息 再说一个看起来意义重大的好消息 这一招非常奏效 德国人也同样精通此道 当美国加入协约国一边对德宣战的消息传来后 德国宣传机器立刻开足马力 宣传俄国即将崩溃 德国在东线即将胜利的好消息 公平地讲 这两者都是事实 德国宣传部门 也并未刻意隐瞒美军参战的坏消息 但它确实将宣传的重心 放到了东线战场胜利的消息上 由此 对维系德国人民战斗意志的作用 就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 拉斯维尔教授认为 为了达成宣传目的 裁减事实 甚至不惜撒谎 都是必要的战术 但是 如果你一定要宣传谎言 就应当着力避免那种 会被轻易拆穿的谎言 在面向同一个群体的宣传话语 也绝不要自相矛盾 实际上 拉斯维尔教授在研究中发现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交战双方的宣传当中 都包含大量的谎言 德国人找到一张俄军屠杀犹太人的照片 立刻大肆宣传 但实际上 那起事件发生于1905年 德国人只是改了下照片的拍摄时间 英国人混淆视听的手法更为老道 1915年的英国报纸上 报道了一起德国军官战场抢劫事件 在新闻配图上 三位德国军官捧着抢来的金杯 咧嘴大笑 但经过拉斯维尔教授的比对 这张照片 实际上是1914年6月份拍摄的 当时大战还未爆发 这三位德国军官参加马术比赛获胜 他们捧着的是自己的奖杯 另外一张著名的照片 解说是德国人把阵亡的德军士兵尸体 送到肥皂厂去做肥皂 拉斯维尔教授研究后发现 真实情况是 一次英军俘虏了两名德军战地记者 审讯他们的英国情报官员 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两匹死马的尸体 在送往肥皂厂的路上 另外一张是阵亡的德军士兵 英国情报官员看着这两张照片 灵机一动 把标题换了一下 这样德军士兵尸体的那张照片 标题就变成了所谓 送往肥皂厂的路上 这样的操作真是方不胜方 叫德国人百口莫辩 而德军邪恶的形象 也就深入人心了 那么德军真的邪恶吗 真相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相信它就是邪恶的 到这里 这本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也就进入尾声了 回过头去看 拉斯维尔教授向我们揭示了 宣传就是用符号去控制意见的艺术 战时宣传工作应该由专门的宣传机构统一负责 最适宜搞宣传工作的人是新闻工作者 宣传工作的目标有五个 一是论证本国参战的合理性 二是论证消灭敌人的合理性 三是灌输必胜的信念 四是团结盟国争取中立国 五是瓦解敌国 而宣传工作应该遵循三大基本战术原则 一 要引起特定群体的兴趣 紧抓宣传对象的痛点 二 当不利消息传来的时候 应同时重点宣传有利消息 以抵消不利消息的影响 三 如果你一定要宣传谎言 应当着力避免那种 会被轻易拆穿的谎言 面向同一个群体的宣传话语 不要自相矛盾 好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就为您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